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 罗叔 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很多精彩怎么办 那觉得好 请点个赞 觉得可以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实时推送小铃铛 新视频一出立马欢迎你来召唤 好 这是我们本期视频所需要准备的材料 首先是网络 任何网络都可以 第二个是邮箱 推荐使用Gmail邮箱 因为罗叔使用Outlook的时候 有时候会收不到邮件 第三个 你需要一个Cloudflare的账号 准备这个账号 就是让免费域名解析到Cloudflare上 第四个就是图片 根据网站的要求 你需要准备一个 关于你身份证明文件的图片 文档一份上传上去 才可以通过 第五就是耐心 由于在各种搭建过程中 需要一些时间和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所以耐心很重要 这里友情提示一下 网络任何的免费资源注册都有其时效性 使用尚有其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我们在此景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 想要完全满意可购买收费资源 本频道的所有视频 根据时效性会在视频下方创建一个置顶的评论 用来更新内容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 我们现在先注册一下账号 来这个网址老罗叔叔会贴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的 只要打入这个网址 然后输入用户名 全称 邮件 电话 电话前要记住 国家号后面一个横线 英文的横线 网址这边还是选择美国的电话号码 上面看齐 位数看齐 地址 大家自己找一个美国地址就可以了 输入密码 好 身份验证 点击注册 按钮 进行注册 好 显示 注册成功 这个网站呢 比较高 经常会出错 一些bug 但是大家也不要紧 就跟它慢慢的熬呗 正规是可以注册好 好 我们来到我们的Gmail邮箱来看一下 这里已经收到激活链接了 而且还是在垃圾邮箱 把垃圾邮件转到这个正规的邮件箱里面来 看一下 好 激活 它显示这个已经注册成功了 点一下back 回退这个按钮 这个网站bug是比较多的 按了半天 好像会退回注册的界面 好 怎么办 不用管它 把后面的后绝都删掉 进一下网站 好 我们从Email这边输入 我们刚才注册的Gmail邮箱 输入密码 好 验证一下 登录 好了 这里输入一下全称 这里是为什么要注册这个域名 我就写了这个建立一个网站 两栏是必填的啊 下面要提交一些个人身份材料啊 在这个Document Type下面其实大家可以写这个 这边乱写了一个也是建立一个网站啊 这里需要提供文档了 其实具体的文档 大家有一些什么能证明自己身份的都可以提 罗书这边就在百度上收了一下学生证吧 学生证能够证明自己的这个身份 就随便找了一个 因为这些都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 不可以乱用 对吧 大家到时候是提供自己真实的这个身份验证的材料就可以了 诺书这边有个例子吧 看来看去这么多有照片的也不能用啊 所以就找了一张 诶 看到一个笑脸啊 这个有一个什么coco的手机 一个笑脸 诺书就把这张保存下来了啊 学生证啊 手绘的啊 好 保存下来之后呢 我给它传上去 好 已经提交成功了啊 大家已经提交成功了 其实呢 你只要提交成功 一个文件 一张图片之后呢 它其实给你有三个免费的域名使用 又是报错 不管它 再重新 登录一下网站的账号 再进入这个us.kg的网站 好 现在已经显示了啊 我们有最多有三个域名可以使用啊 但这个域名是180天的有效期 过了180天有可能要renew一次啊 好 我们搜索老罗.us.kg 看看有没有人注册 点击check 这个按钮 报错 再回退 再点一下 好 进来了 这个网站报错是常态啊 好 我们这个域名没人注册啊 老罗.us.kg 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cloudflare网站 这个也是我刚刚注册的一个新的cloudflare网站 帐户 这个粘贴进去啊 罗.us.kg 看一下啊 嗯 他讲请输入有效域名 不管它 再来一次 好 新注册的网站 现在什么问题 再看一下 你看他又出现了 好好的啊 点一下免费的几个套餐 好 这样就把老罗.us.kg 这个域名给解析到 cloudflare里面呢 与此同时我们看看老罗用的是什么图片啊 学生证啊 学生证 罗的学生证呢 就这样 也能用啊 又爆错 点一下重新扫描看一下 cloudflare来扫描这个DNS记录 比较慢啊 哎呀很多网友私信给罗叔说罗叔怎么好久不出视频了 哎呀罗叔最近也是挺忙的 刚换了份工作 项目又比较多 好 我们看一下点继续啊 点确认 然后把这两个NS的记录呢 给它粘贴进去 逐一复制 然后在us.kg网站粘贴 然后点register按钮 好 20分钟之后呢 或者更长时间就会生效啊 其实是立马生效的 至少罗叔这边是 两分钟之内就收到邮件了 好 一个已经注册好了 1.mydomains 总共是三个 一个就可以了 简长则止 要贪 继续 好的 该在cloudflare里面配置的都配置一下吧 DBS 完成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老罗点us.kg是否被激活了啊 在cloudflare里面被加息到了 有效了 这个域名比之前的核等NS不用很多 但180天要重新renew一次 看一下我们收到的邮件吧 好 这个是首先在免费计划里面加入了域名 是cloudflare网站通知的 第二个 好 us.kg网站说已经注册了这个域名 我再看cloudflare网站奖已经被解析在cloudflare网站上了 大功告成了啊 后面大家具体DNS怎么设置 或者是怎么用他的cloudflare workers绑定 进行自己愉快的操作呢 所以罗书六丫童节今天正好有点空 所以就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网站 有可能别的博主也分享过啊 app主也分享过 但是 我还是在这里分享一下吧 给知道的朋友有一个很好的参考 有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好 就是 这